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怒气汹汹燃烧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不会回头看的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学佛之前 也不知道要回头看 回头看了又怎么样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不会看的 让它汹汹燃烧 但是我们现在学好了以后 必须要指导 要回头看 然后到时候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 别忘了 要记住回头看 然后一次两次成功地回头看 降低了它的力量 这样子以后 然后从此以后我们有心心 有自信 然后我们也就训练出来了 每一次都知道 这个烦恼来了以后 就想起要回头看 那看了以后 它就会降低 但是这个可能是有一点点没有理解 没有对 我是说我们争悟空性的时候 然后回头看 就变成了知老虎 但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回头一看 立即变成知老虎 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普通的人还没有证悟 之前回头看有没有用呢 有用 它不会立即变成知老虎 但是可以减少它的力量 它就会减少 具体的方法 没有具体的方法 具体方法就是这个 正在吵架的时候 正在升起的时候 然后立即就关注一下 我现在这个成恒心是什么样 我现在在想什么 什么是成恒心 回头一看 你关注 让他自己去体会自己 让我们的心 让他自己去关注 感受他自己 具体的方法就这么简单 这样子以后 他的力量就会减弱 请不放入